大家知道我们会场的两边摆的是宝品 这是藏密佛法很殊胜的一个解决 家里没有办法摆佛菩萨谈成的最殊胜的妙法 大家要知道你给佛菩萨供的东西 实际上是佛菩萨都拿来还给你的 你供水 他就把这个水化成气给你 你供黄金 他把黄金化成金气给你 你供什么 最后都用在你身 你成佛 因为他已经成佛了 他不需要这些东西 他是你供什么 最后都供到你身上去了 那这个宝瓶它里面那么多药材 那么多宝石 那么多的心咒在里面 诸佛菩萨 但是有的人说 那个宝瓶外面画了一个菩萨而已 那到底是菩萨是在这个画上 还是在瓶子里面 这些有的人在那儿就胡乱猜疑了 实际上所有的宝瓶中间安立的中脉线上 在中脉中里面是他们的心咒 文殊宝瓶它就是文殊心咒 黄财神宝瓶它就是黄财神心咒 那这个叫文字身 就是所有诸佛菩萨的文字身 它的咒啊 咒在呢 所以这些宝瓶一开光以后 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请黄财神 黄财神顺着那个中脉 宝瓶中脉刷就下来 安置在那个 他的那个心轮的那个位置上 然后弹城打开 然后看你要什么 所以说为什么装宝瓶的时候 里面要装五方石啊 五方土啊 五方水啊 还有上百种的药材在里面 那他是看你要什么 你求治病 他拿哪里的药材给你 他拿宝瓶里的药材给你 这里面上百种药材 你们在座的有中医师的 知道一个药材要配五的 可能要五味药 十味药 二十味药 配成一种药材 那么你供了这个宝瓶 宝瓶里这么多药材 方便谁用啊 方便你自己跟家人用 这么笨的 所以你无论供哪一个宝瓶 哪一尊菩萨的宝瓶 哪一个佛的宝瓶 他实际上在你求的时候 他是拿这个再配成药法 然后化成药器 一弹出去 然后你家里给老母亲求 还是给哪个病人 还是给自己求 过几天神奇的病好了 他哪来的 所以我讲课给你们提到过 药在于物 物质 不是凭空 你说我家里谈成供了 什么都从来不供 水也不供 花也不供 香也不供 竹也不供 八供也不供 什么吃的 苹果什么都不供 那你最后佛菩萨想帮你 拿什么帮 他去偷啊 他去超市里 NTUC里有啊 他先去偷啊 苹果园里有 他先去偷啊 这是人为什么要上供下施 世界上这所有的东西 最后都是你家受用了 跟你相关的人受用了